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双城记 我是卢秀芳 前不久台湾的U-Bike微小单车系统 出现了大规模的当机 影响了全台湾六个县市778站点 也造成了大约有14万人次通勤族的不便 当时当然很多民众是抱怨连连 但是相对的 从正确抱怨中你可以看到 U-Bike早就融入了台湾人的日常生活 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么在对岸上海 今年4月份开始 一辆一辆橙色的Mobike单车 开始穿梭在街头 上海的市民只要用他们的手机下载APP 然后扫一下车身上面的QR Code 就能够打开车所来骑车 那么上海市民对于这种新的 通勤工具的使用状况如何呢 感觉又是如何 有没有像我们台北一样 大家都觉得很开心 还是有哪些地方要改善 当然另一头我们也借着 今天的节目来看看 U-Bike出现之后呢 对于台北对于台湾 带来了什么样巨大的影响 今天我们就跟两岸的嘉宾 共同来讨论这个话题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双城记 我是李翰 坐在我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曹锦琴先生 曹老师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 上海市政协常委张怀琼先生 欢迎张先生 你好 接下来请秀芳姐跟我们介绍一下台北演播室的嘉宾 秀芳姐 好 李翰 曹老师 还有这个来宾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先介绍台北演播室的嘉宾 首先是我们的老朋友资讯媒体员江中博 中博好 两岸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台湾乐活自行车协会的代组会代理事长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以及U-Bike的发言人 刘立志留发言人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么稍后呢 这个中国要跟大家比较一下 这个台湾的这个自行车系统 现在包括大陆的像U-Bike跟Mobag 它的一个不同差异 但是我想我们首先还是先谈一下 我觉得台北真是有U-Bike真好 我觉得这个U-Bike不只是改变了 这个台湾人出行的一个方式观念 甚至它改变了 可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穿着 我看到我很多同事 可能办公室都会放一双球鞋 那么大家都是这样子 比方说你可能上班坐车来 那下班有时间的话 你可能就找个地方 用U-Bike骑回家 那个过程当中是很舒适的 如果说天气好的话 一路可以买点东西啊 看看风景啊等等 我想发言人您最清楚 对 是台北是因为这个U-Bike越来越多 确实整个城市的景观也改了 然后人的行为也在改变 这是很有趣的 理事长我很喜欢U-Bike的一点 是我觉得它这个井然有序 没有给大家感觉很热 我们看到不管是停车的地方也好 它的颜色也好 所以我觉得很惊奇 就是每个人停车的时候 都能够停得整整齐齐的 就是大家整个公德心 我觉得包括你可以展现一个公德心 没有人会乱放 我觉得这个部分很不错 对 因为可能U-Bike设计的关系 所以我们本来把街头上一堆停放很杂乱 然后破破旧旧的自行车 变成一个很时尚很漂亮的公共自行车 在街上变成是一个街头一个特殊的景观 我觉得对台北市来讲也是一个很棒的东西 对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钟博 钟博你一向勇于尝试新鲜事物 对 U-Bike在你生活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哎呀 秀房你这样问我 我发现我在北京有位朋友 他比我更勇于尝试新鲜事物 因为上个月我跟他在微信 结果我这位北京朋友说 钟博 我知道 你们这个在你们城市里头 最引以为傲的就是U-Bike 对吧 他说现在我们也有 我说北京怎么可能有 他说有啊 我们最近有个叫摩拜单车 在北京试营运 结果他就马上跑去尝鲜 他跟我说他使用的方法 我听了吓一跳 我以为是神方法 他说他用他的手机啊 下来一个APP 然后这个APP一扫 他就可以马上知道说 他附近哪边有这个 所谓的Mobike 然后他就去找到 那找到之后呢 他就用这个 去扫描他这个Mobike Mobike车上的这个QR条码之后 他就解锁了 然后解锁之后 他跨上去他开始骑 骑一骑 因为他说30分钟是一块钱人民币嘛 所以他就坚持一定30分钟 一定要还车 他就是只会要花一块 然后骑到 好他就算快30分钟了 他就找一个白线 白线地方他就停 停了之后呢 他又看一下他的 停了之后要上锁 对不起玩的朋友 要上锁 手动上锁之后 他就看一下他的手机 哎哟 我竟然刚刚 消耗了301卡路里 此外呢 我的这个 捷探 答多少 上面都有写 这就是给你鼓励嘛 其实我觉得 当然 Mobike对于这个 上海的朋友 或者是北京出艇业的朋友 它都是一个新的 一个共享的 这个交通工具 但是呢 两边各有各自的一些特色与优点 我想呢 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像我们在这个 台湾的U-Bike微笑单车 我们就有时候 都昵称它叫小小黄 其实你远看从 这个远方骑这个 U-Bike过来的这些 民众朋友呢 这个黄色有个好处 橘黄色有个好处 因为它很显眼 尤其这个 这个微笑的这个标志 让人家看了 心情也非常的舒服 SOHO 非常的舒服 车身 橙色 其实这个就是看 大家对这颜色见仁见智 因为车身的这个部分呢 加个橙色跟黄色 会有个对比嘛 然后它是用城市的一些通勤卡 注册为会员之后 它不需要押金的 那前30分钟也是一样 两岸差不多 差不多都是 折合台币5块钱 人民币1块钱 后每30分钟 就会比较贵 是10块新台币 那4小时之后 就价格要翻倍计算 它这个费用 有点是累进制度 那停完车机器 显示费用之后呢 你怎么结账 没关系 我刚刚不是说 有城市的通勤卡吗 用那个卡 来感应结账就可以了 然后呢 站点刷卡取车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是有装的 它不像那个 对啊 是无装的 它是有地方 有定点的 你一定要去那边 然后取完车之后呢 然后骑一骑 你还车的时候 也是要到 那个有装的地方 去还车 那我们来看看 刚刚我说的 上海的这个Mobike Mobike它全身是全铝材质 然后车轮是橙色 那大家昵称叫小小城 小小城摩拜单车 那全铝的材质 我这时就问我北京那位朋友 我说你骑起来的感觉怎么样 他说有一点重 他说有点重 但是那个材质让他觉得 很安全 很能信任他所骑的 这个交通工具 而且他说当初开发的公司 也是希望说这样的材质 安全之余 让人家无法偷 因为偷了不知道怎么变卖 不晓得这些材质 能够用到什么地方 这是他们当初 这个公司的一个想法之一 好啦 那注册的方式呢 他要注册的方式 是要有押金的299人民币 那我刚刚讲的 那个APP下载之后 你就可以用你的这些 微信支付宝去付钱 然后每30分钟一块人民币 然后我刚才说了 使用完币感应上锁 使用完币后手动上锁 那开锁是感应上锁 感应开锁 然后再用这个 微信或支付宝付款 然后APP预定车辆 对了 这个很厉害 我有听我朋友提到 他用这个APP预定好车辆之后 他发现他100公尺处有一个 他就预定 那15分钟之内 只有他能够去开锁 别人不可以 所以如果说 秀邦你要跟我抢抱歉 我已经一起预定了 任意一个白线停车点租还 然后我的朋友还讲 北京的朋友就讲说 他说他在骑的时候 大家看到他 觉得很好奇 怎么北京有这个玩意儿都不知道 就纷纷都上全问他 他说他都已经练习好了一个绕口令了 他说只要有人问他就告诉他 就是使用APP 然后扫描开锁 299押金 然后任意地方还 然后还有就是每半小时一块钱 大家觉得两岸现在都有这样的交通工具 是不是很棒呢 但中博我觉得这两个比较起来 其实有雷同的 那么也有很不一样的 不一样第一个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还车方式 台湾的U-bike你要在定点还 但是我觉得好处是 因为台北不大 它的定点其实很多 大概你大概走个10分钟 20分钟大概就有一站 所以我觉得还车其实还蛮方便的 但是他们感觉上更方便 只要白线你就可以还 只要白线就可以还 对 但是我想到一个问题 如果这么方便 会不会也会造成这个民众乱停 发言人 乱停我想是必然的 但是我更好奇的是 那你每天早上出门要上班的时候 你能够确定你家附近 每天早上一定有车 我就扫一下手机 我大概就知道了 就是有车没车不是一定确定的 就是那里有车才会有吧 还有就是我觉得它可以预介 听起来也相当不错 我可以先预定 我就知道这个车是我的 但是我可不可以 就是我有可能预定了之后 但我不去骑嘛 对不对 它也会造成一个浪费 它刚刚讲15分钟就 对15分钟 没骑走就可以借给别人了 它的系统就自动打开 这应该是这样 但我觉得这个乱停 第一个当然可能对市容的影响 那第二个我觉得 从这个营运成本来看 会不会增加 因为像现在U-Bike 因为我是固定的点嘛 所以我知道到哪里去收车 哪边多哪边少 我可以去做一个平衡 但是我今天停 我可能停在巷子里会不会 我可能停在我家楼下会不会 所以虽然说你有APP 你可以定位 但是你要收车的 这个绕的这个路程 时间会比较多一点 对 可能每天绕的路都不一样 而且它绕到一个点 可能就只能够收一辆车 或者是收两辆车 不可能像我们这样大批的移动 去到另外一个需要的场站 它整个的营运模式 跟这个我们U-Bike是不一样了 但是我想这两种做法都各有它的好处 对 当然从这个民众的思考来讲是很不错 哇 我可以先预定 我就知道我一定会有车 然后另外呢 我还的时候太方便了 我不用还到定点 然后再走一段路 所以感觉上就是省了最后一里路 我不知道 曹老师您怎么看 我还没骑过 但是我很期待这样的一个方式 因为之前上海有过这种公共自行车 它首先是区域性的 对吧 它就是我以前做 比如说这个区 它就在这个区里面 还车就很不方便 你骑出去 还有一个呢 原来是用一个个庄子的 对 庄子实际上有个问题 在我家附近 有一批庄子造好了以后 结果都没用 为什么 没通电 对 对 现在它完全通过 等于是用WiFi的方式 在那边操作的话 它实际上是把土地的 这个不需要特定的 画地给它 但是我也不知道 这个白线是 它其实是在 就是现在我们上海的一些 马路边上啊 它有一些自行车停放的那个 它划出线来 就这些地方就是可以停 自行车 就是你私人的都可以停在这里 它就是这个概念 那如果停到白线之外的话 它就是 曹老师你说的对 你知道吗 其实在上海发生过一件事情 就是刚才不是说吗 上班族早上要预订车 有的时候订不到 有些人知道干什么事情吗 他把车锁了之后 就藏在一个 只有他知道的 比如说二楼的阁楼上 那么有些人在APP上 会看到有辆空车 但他怎么都找不到那辆车 对对对对对对对 只有藏的那个人才能找得到 所以这里面呢 有一个需要改进的 就是说你真的像这种情况 它给你寄费 对对 它应该就是在特定的区域里边 它才能够去 它如果还要改进的话 能够到 它有这个功能 现在就扣信用分 扣信用分 对它是这样 你可以举报 比如说你在我小区里面 看到有一辆摩拜车 你去拍个照 对你把它那个编码拍下来 拍下来 然后你就通过这个摩拜的APP 你就上传 它就给你 给你可以加信用分 那个人就是扣信用分 就互相检举 对对 但是还有几个 我还是在想 就是第一个就是 刚才说它骑起来 比较可能重一点 跟这个轮胎是不是有关系 它是不打气 它是实心的 像这种公共自行车都是用 我不知道台湾是用 也是用实心的轮胎 这个实心的轮胎 它骑起来就是会比较重 它是一个实心 还有一个就是链条 它不是用链船 不用链船 它是机械 组成的链船 这个方式 所以这也是一个特定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整个系统 因为台湾已经发生了 我没想到 如果是它的那个当机 会有几十万人受影响 那就跟地铁的功能 已经很接近了 那上海还没到这个程度 但是如果是再发展的话 因为它的负担会越来越重 已经出现过一次当机了 那天晚上我也正好出去 因为我自己就用嘛 晚上出去 这个系统就是老师 他说服务器忙 对 就是找不到 然后你去找到一辆车 或者怎么样打开 它就跟你说无法打开 就是有一天晚上 就好像这个月 就是这个月 无法打开 所有的没有法解锁 对对对 它就系统了那个 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好的 因为现在各大城市 我在开始在上海 在别的地方弄的 我就觉得包括北京 我说这么大城市 你这搞区域 我就没有多少 对没有意义了 就都推广不起来 对 上海 在大陆推广的最好的是杭州 这个概念就跟台北是有点像 都是这个城市的范围 就是尤其杭州都是西湖边上 很多人都在骑 游客都可以骑 但是在上海这种特大城市当中 膜拜是不是可能成为一个 一个新的一个模式 我是觉得应该是可以 以前就是上海有各个区 就是有台北一样 固定装的这个自行车 它的办理这个卡非常麻烦 就是你要实名制 要那个身份证到哪里 绑定一个银行卡 有一次我在武康路 就徐会去武康路 步行间 它路边也有几个车 停在那边 但是装锁住的 我就好奇 我就打电话问 这个怎么弄 他说你要到哪里 哪里去办卡或者怎么样 这是我就想到一个什么问题 如果是他在旅游步行的 这个不到的地方 给旅游的人来做的话 他你一定是应该是一个 非常方便的 他可以获得 而不是你说要到哪里 去先办个卡或者怎么样 那当然这个台北听了介绍 他是用一个 当时还没有第三方支付 对 现在有了一位第三方支付 出来以后 这就方便 装的这种 其实是 应该说根本是 很不防备 我觉得还车是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这个问题可以解决 现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他就是因为有第三方支付 所以他充分地 把这一点运用起来了 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突破 我觉得在上海 骑自行车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时候 他对于自行车 并没有一个特殊的关照 对 真的 他那个路是断掉的 其实突然就只剩下一个 机动车的 上海其实有很多的路 特别是市中心 比如说你看淮海路 你去看北京路 北京路 这些都没有自行车道 对 这是连不成一个自行车道的 因为北京也是这样 北京最近也在 他们现在是把 就是中关春 同上帝 那个地方 那条线 据说是六公里 八公里什么的 把它连在一起了 有一个自行车道 但是光有自行车道 我不知道台北的朋友 他们是不是能理解 我们的苦恼 就是电动车 电动车问题不解决 你有自行车道都没有 对 你就是租了膜拜 我是劝大家小心 你在上海 你如果是你租了膜拜 你骑车的时候 还得小心 因为有车速比较快的 而且是很多是快递 装着货 还有就是送餐的 一个大箱子的 就从你边上呼一下过去 而且没有声音 对 这才是骑车最大的问题 这跟膜拜没关系 但是跟整个的 我们推访自行车的 这是可能是一个 最关键的问题 但到现在 是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 是 曹老师讲的问题 我想台北朋友 心有七七音 我的朋友当中 我觉得骑车 好像没有不摔的 包括我自己 我也摔过 但是我觉得 当然第一个 跟交通建设 有关 曹老师 你刚刚讲的困扰 台北也曾经有过 那么另外 我觉得跟心态有关 我觉得很多的人 把骑自行车当作在玩 当作是一种休闲工具 他比较少把它当成 正式的交通工具 所以心态上 你在马路上 我觉得就比较不是那种 眼观四方 耳听八方的概念 而是觉得 我在享受 我在休闲 砰一下 可能就被撞了 但是我倒是觉得 现在台北很有趣 可能是太重视U-bike了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感觉上大家觉得 好像这样是不是又过了头 比方说前阵子 我们讨论的复兴南北路 因为马路就那么大 但是他为了鼓励大家 骑自行车 所以他又裁了一块 专门作为自行车的专用道 但是那一块裁得很大 那么这一来 这车道就缩减了 但是骑自行车的人 毕竟没那么多 大家有考虑比例原则 你是不是有必要为了鼓励 把马路裁这么大一块 还让其他的汽车都堵在一块呢 林市长你怎么看 以台北市它的规划是这样子 就是它在人行道上面规划了 部分路段是规划专用的自行车道 它在人行道上面 画了自行车道的路线 大部分如果说人行道的 宽度够的话 有些地方它没有画专用 但是它是行人跟自行车 都可以走的路线 然后但是就是说 自行车在人行道上面骑的时候 要礼让行人 其实这个就像刚刚讲到的 就是说开车或是骑机车 会觉得说你占用了 为了盖一个专用的自行车道 你占用了一个 原来机动车辆走的路线 让大家在开车上面 变得会比较拥塞 比较麻烦 但是以欧洲的观念 他们来讲的话 他们认为就是说 你要创造 就是先创造友善的环境 自然大家就会愿意出来骑车 因为在欧洲他们有做过调查 尤其是像伦敦 他们也是这几年推自行车道 推得非常的用力 他们发现有很多人 他们不敢骑到 把自行车骑到路上 不敢把它做通勤的使用 然后原因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觉得马路不安全 当他如果认为说 环境安全的时候 他就愿意骑自行车上下班 或是把车骑出来 所以我觉得其实台北市政府 做自行车道的这个方向是对的 只是说我们怎么样在骑车跟机动车辆之间 大家互相取得一个平衡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在政策推动的时候 政府要再多努力的 发言人我们一开始就讲过 这个U-Bike可以说是改变了很多台湾朋友的生活方式 还有这个文化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很骄傲的城市的文化 那你是不是可以提供大家一些数据 在这几年来U-Bike成长的一个状况 我们从20...应该说从2012年开始 扩充台北市的公共自行车 本来其实也是有台北市有 后来因为台北市做的成绩非常好 所以就很多县市也说他们要做 那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 其实台北市 新北市 还有桃园 新竹 台中 彰化 加起来我们已经有788个站了 然后有2万2千多辆车子 这个2万2千多辆车子 可能跟杭州的规模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这几年台湾 从台北衍生出来 这个公共自行车的使用 确实是第一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形态 第二也创造了另外一种时尚 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台北市 有很多很时尚的女孩 很时尚的男孩 真的穿得很时尚 骑在这个U-Bike上面就这样 从我前面经过我就觉得 很漂亮的城市风景 对 就是那一种时尚感 让人觉得这个城市真的很进步 我觉得U-Bike的这个形象很有趣 因为我们在台北 我们叫微笑单车 这个微笑放在前面 就觉得说它是一个赏心悦目的感觉 我觉得您也让大家觉得 我觉得赏心悦目 给大家看一下你身上的 你的那个指甲好不好 我们摄影师来个特写 看到这个U-Bike的发言人 从头到尾都是U-Bike 你看到连他的指甲做彩绘 都做成这个U-Bike 微笑的这个形状 我自己都很爱U-Bike 坦白讲我很喜欢U-Bike 但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我觉得台北毕竟算是 一个很特别的城市 因为第一个就是它 人民的观念也许跟得上 另外一个它的生活形态也好 它这个城市非常小 但是你们现在推广到其他县市 有跟台北一样这么顺利吗 其实有 即使是在台中 新竹 彰化这些地方 它特别特别是学生的最爱 因为学生上下学通勤 我们都尽量在学校的附近 还有他们通勤的交通的节点 去把它部件足够的战速 足够的车辆 其实它是很多学生上下学的最爱 不过刚刚我听到曹老师讲说 这个Mobike提起来好像有点重 但是我觉得U-Bike好像不是 它的这个轮胎太一样 U-Bike其实也是铝合金 但是它已经把铝合金 就是说尽量的轻量化 因为毕竟捷安车是一个 自行车制造厂 所以它有那个技术 去把一辆自行车做 一样是用铝合金 公共自行车用铝合金 然后把它轻量化 其实你去看一下U-Bike这辆车 整辆车上面 你大概找不到一个生锈的地方 那就是它全部都是铝合金的制造 它的设计上面 又让前轮比较小 后轮比较大 它让你在启动的时候是很轻松的 只要启动一轻松出去 你踩出去它就轻松了 所以它在设计上 其实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去改良 让它骑起来是很轻松 很舒适 所以我觉得它算是 它适合的年龄层蛮大的 比方说这个青少年 这个骑上去 我觉得也不会有这个违和感 不会 另外我买完很喜欢的 就是它前面有个篮子 这个篮子 那个Mobank好像没有 但有这个篮子 我觉得增加很多便利 也就是骑去买菜都不错 不只是买菜 我上一次台风停水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女孩子 摘了一瓶五公升的水 回家停水 她就那一大瓶水放在菜篮里面 就这样从我前面经购 我赶快跑去超级市场 看那一瓶水是几公升 五公升 我看到的更多是摘狗摘猫 是 是是是是 帅家里面的篮子很方便 真的很方便 有个篮子是相当不错 就是从爱美的角度来说 比方说我想骑一个自行车到马路上 我觉得这个自行车首先要漂亮 对我来说肯定是这样子的 但是因为它放在外面嘛 风吹日晒总归会有些磨损 所以你们会有这方面的困扰吗 因为在上海有的时候 我觉得有些车真的外观 不是那么尽如人意 你们是怎么做的 还有一个就是像这种 你要表示保湿那个干净 对 保湿完整能够骑 它的维修费用高不高 所以我也很好奇就是 他们的他们的那个 就是微笑单车的那个 他们的亏本 还有就是像摸卖他们亏本 像这样的一种经营的方式 你说以前是靠政府 对 政府会在这方面需要补贴 或者给予什么优惠吗 或者帮助吗 我自己觉得摩拜单车 它的模式跟它好像 还有些不一样 第一呢 它没有一些很多的 你要固定的占地的地方 或者固定的一些锁装 什么就这些 把装置去掉很重要 对 没有装 它就没有装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它就是刚才就是也介绍了 它里面要注册 就有押金 299块押金 那么如果是我下载了一个APP 我要用的话 除非我就说我离开上海 或者我不在中国了 那我就可能把这个东西就 去走了 那么这个299就还给我了 那么如果我在上海 在工作或者怎么样的话 说实话 押金就放在里面 对 押金一直在里面 那么从这个押金我在想呢 从摩拜单车它公司呢 它可能也是可以作为它的一个 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猜测 但我不知道摩拜现在有没有盈利 我想 那这个肯定对它的资本原因的压力 会有一点那个 它如果是没有任何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觉得现在摩拜单车的使用率 确实还不是太高 不是很高 对 年轻相对多一些 因为我觉得摩拜单车 跟台北的这个 它的功能有些不一样 为什么摩拜单车比较重 它其实是解决我们的短凸 最后一公里 就是我到地铁站 我到公交车站 或者我到超市 到便利店 我就有这方便 而且这个随意 这个我不是随意 停到小区 比如我停在我弄堂口的 马路边 我一出去 车我就要到超市去 我就很方便 它其实 我觉得上海目前摩拜单车 用的最多 它就是一个短途的 它不是供你通勤 或者长途这么齐 那么如果是使用频率 比较高的话 有些可能就十分钟 或者五分钟 或者十五分钟 它就一块钱 那么使用频率高的话 我觉得它还是 应该是 会有一定的盈利的 我不知道台湾 就是台北的 现在的到底 它是亏损的 还是有盈利的呢 秀发 对 发言人 我们看到这个大陆 它有这个299的这个押金 当然这个押金 我们看到量体大的话 它会变成一个很好的 现金流量 那么我们台北的话 没有嘛 没有 台北不收押金 但是因为它这个系统 基本上是政府招标的 是政府出资建制 然后我们帮政府设计 建制 营运 在七年的合约到期之后 所有的系统 所有的车子 所有的厂站 全部移交给市政府 所以基本上这个是 政府买的一个东西 我们帮它规划设计 建制 营运这样子 所以是政府的东西 但政府的钱 也是我们的钱 我们一定要维持它 就是想办法去维持它的平衡 所以我们不论是在维护 或者是在人员的使用上面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 截至我们的成本 否则如果一直亏钱 大概一两年就垮了 所以还是我们自己 要去想办法努力用 从租金的收入里面 去能够平衡我们所有的费用 但租金看起来是很低 我也很好奇 因为U-bike真的是相当不错 比方说我去看车的时候 我觉得车没有那种脏兮兮的 看起来很破旧的状况 几乎每一辆车的品质都很稳定 所以它的维修成本 像刚刚李翰问的 维修成本会很高吗 一定高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高的周转率 我才有那个租金 来Cover这整个的费用 其实我们有 我们所谓的维修大队 就是专门在维修车子的 有的在厂站维修 有的把车子拉回来 维修站维修 另外还有调度的一群人 还有一个 我都叫他们叫做清洁大队 他们清洁车子也清洁厂站 所以我们的整个的服务系统 这三大块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客服系统 24小时的客服 这么庞大的一个 一组服务人员 如果我们的周转率低的话 我们就没有那一些租金 那一些收入 来Cover这些成本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 第一要提供好的 到位的服务 然后还要能够维持我们的成本 能够在这个收入之下 来把它完成 其实这个后勤部队非常庞大 过去在我们新闻中 报道过好多次 他们的速度 效率都非常的惊人 但我好奇 像台湾很小 台北又更小 像这种小城市当中 我觉得也许 它的困难度比较低 不过像是最近 我们看到在泉州 他们也引进了UBAG系统 像比较大的城市 甚至像未来像北京 像上海 会不会中间 营运成本急速的拉高 它的效率的见值 不太可能达到这种水准呢 我想整个公共自行车的营运 其实它是很新的东西 必须要靠营运单位 它去发展出它的know how 在泉州的状况怎么样 泉州的状况也非常好 我们其实6月30号 启动43个站 1500辆车子到现在不满 还不足三个月 我们已经扩增到137个站 然后4300辆车子 然后在前几天也已经破了 100万人次 泉州其实它的做法 跟Mobile有点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一样收押金 300块的人民币 但是要更正一点 就是说押金不是厂商的现金流 它是存在政府的一个基金里面 是政府的 不是营运厂商的 所以终究还是要靠 这个租金的收入 来cover整个的费用 但我好奇的是 如果没有押金 如果说像台湾当然 虽然也是实名制 但是如果借了有破损 有不见了 在追讨上会不会有些困难 我们是注册民众的手机号码 用手机号码去找到这一个人 我们一向以来就是希望培养民众 对于U-bike的喜爱 让他不要去摧残这辆车子 我们一直都是抱着这个 很阿Q的精神 但是也很热情的这种精神 来改变民众 有回损的 有破坏的 就是回损的其实我们能修 因为毕竟我们是制造厂 我们知道如何去修 如何去修那个车子 如果是掉了的车子 那个数量是很少 到目前为止 我们现在双北一共有 一万六千辆车子 我们的那个失联车 在八十辆左右而已 所以那个比例非常非常的低 大概全世界所有 八十辆的失联车 都找得到当初借的人 他们都有赔偿吗 有的是他因为他没有还好 然后被别人牵走了 那这一种的情况 其实是还蛮多 不过就我所知 全世界所有的公共自行车 大概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他还的时候 因为操作不熟悉 他可能没有还好 然后车子被牵走 而且我觉得很好奇 就是刚才有说到 他刚才说有一句口号 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 他说要让台北的民众 都爱上your bike 但是我在上海看到的时候 就有些人会故意伤害这个 mobike 我在想他们首先是没有爱 对不对 这个就不谈了 有些厂商会在自行车上做一些广告 我们在上海看到也有广告 但这个广告是牛皮险 就是小广告 所以我很想知道 是谁在自行车上做广告 这些人 然后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大家爱上这个your bike 我都很好奇 这个其实在我们过去几年 在台湾推动自行车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都跟民众 维持很友善的关系 再加上其实your bike这个设计 真的很讨人喜欢 看到他就会 就不太想去伤害他这样子 然后再加上我们民众 其实最会的就是人肉搜寻 所以你如果有什么奇怪的事情 大概我们还没去搜 都已经网路有人搜出来了 反而对我们的民众 也是一种警惕 这个是有很多方面交错 化学变化出来的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文化 因为大家喜欢他 喜欢他的过程中 你会互相守望 就像刚刚讲的 你看到邻居 看到为什么我家门口 一直有要new bike 你就觉得不对 他没有停在这个塔柱旁边 所以你就会检举 这就是等于说全民的一个力量 刚刚问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要从这个政府的施政 从根本来考量 比方说我们看到欧洲 他们有很多自行车的这个城市 像哥本哈根 他有很多一些根本上的一些设计 就是专门for自行车的这个朋友 比方说下雪的时候 他这个市政府要去产雪 他会优先产这个自行车道的这个雪 我这边产完了 我才会去产这个汽车的车道 这个相对的这个priority 优先顺序就很清楚 另外在停等线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他的这个汽车的停等线 就是比自行车要后面 后面10公尺左右 自行车有自行车的耗制灯 他转绿灯他可能会早个10秒 所以我就先让自行车安全的通过 这些基本上的这个交通规则的这个建制 我觉得才能够有效的 让它变成一个自行车的城市 我想这部分 周伯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在介绍之前 我想这就是放眼天下的一个概念 我们立足于中国大陆以及台湾 那以自行车的角度来讲 您想想全世界最大的自行车的这个品牌 是我们台湾 我们这个品牌的创办人的女儿 也在我们现场 那就好奇了 好奇哪一点 就是说如果说全世界最大的品牌 这个是在我们台湾 结果我们台湾本身 对自行车的这个规划 或者对自行车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共享呢 不如全世界其他国家 那就有点疯 那我先回答刚刚李翰以及曹老师 一些问题 比方说这个使用U-bike 在台湾自行车在骑的时候呢 它对于路权 有时候的确会有一些争执 这个脚踏车到底骑人行道或骑楼 它违不违法 它当然违法 要罚300到600块的新台币 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行道 红砖道 它画有自行车的车道 那当然你就可以骑 那如果在红砖道上的自行车车道 有人在走 那到底是谁的路权優先 那当然还是人 那在马路上呢 我们晓得前阵子呢 有很多的这个 马路上都画了自行车的专用道 很妙喔 自行车看到那个自行车专用道 他们的确都会乖乖的骑 但是呢 機车看到自己的机车专用道 他不一定乖乖的骑 也就是说 骑单车的朋友不太会鑽 當然少数一定会有 可是骑机车的还是会鑽 我想这是台湾特有的文化 那少了那一道汽车 到底有没有受影响 其实我跟各位说 台北市有一条路 它也是被全面缩减 它整个这个就是信义路 它整个红砖道变得很宽 可是其实开车的朋友 并没有觉得很塞 我想这是一个短暂的一个过渡期 那第二个呢 你说一些怪象 有啊 比方说被偷了 那被偷的话 其实 由我自己的了解 因为我的确也有朋友 他U-Bike被偷 然后呢 他就去报警 他很紧张 马上问我这位社会记者 我就告诉他 报警的目的在于 这个车你被偷 之后的 他如果齐续做了一些坏事 责任的撇清 还有到时候找回来 费用的计算 你就是报案之后 都不算你的啦 就果然喔 十天之后找回来了 那结果他就 他只付了 当天他就骑了75块 他只付了75块 好 这是自然上的问题 那第三个就是 设备上 我们的确也要加强 因为我们想 发言人也很清楚 前一阵子我们那个 光是修软体的升级 后来造成当机 就修了17000个柱子 所以这个的确也可以成为 将来作为 分享共享系统的 这些所有城市做个参考 那国外呢 我们来看看 国外我觉得在精神上 的确是值得我们学习 以丹麦哥本哈根 您看丹麦跟荷兰 为什么会成为 全世界自行车制造的一个 大国之一 虽然现在被台湾给 这个赶过了 但是他们之所以 会成为老牌 就是他们对自行车的推广 你看丹麦 有400公里的自行车道 63%的居民骑车通勤 也就是说这些人 他们以骑脚踏车 通勤为光荣 他们以不骑脚踏车出门为耻 他们有个口号 就你不骑脚踏车出门的话 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 所以包括他们的市长自己 都是骑脚踏车在通勤的 他本身是有配坐车的 他说他不要 我不要那个坐车 我要骑脚踏车 400公里 他们每一天 去问丹麦的哥本哈根人 很妙喔 他会说我们每天 哥本哈根人就是来回地球一圈半 什么意思 因为他们每天 光是骑自行车的 一天的累积公里数是140万公里 那就是地球的3.5倍距离 到月球的3.5倍距离 然后刚刚我们秀方有提到说 这些自行车的专用道 他所有的权力都优先于车子 比方说 他们在丹麦哥本哈根 其实很多城市都一样 就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去欧洲的人可能就要特别适应 当你看到十字路口的红绿灯 一辆汽车都不走 然后脚踏车就开始很悠闲 甚至脸上抹着一脸 比较了不起的表情 他们就先走了 为什么呢 你要你让自行车先走 汽车一定要让他们先走 等等 另外的话 像是 比方说像阿姆斯特丹 他们还有那种一路到底的 如果他们时速开放在30公里 或20公里的时候 一路都是绿灯 然后就看到他们眼睁睁的甩开了 所有的其他的汽车 或者是其他洗摩托车的人 你就会开始羡慕 哇原来骑脚车是一件这么好的事情 你看看法国境内最长的 是在他们的斯特拉斯堡 有500公里的自行车道 那这样的自行车共享系统 你看看前三个 要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 他们对于自行车使用者 就是我们讲的 英文叫做Cyclist 他们的这种路权的尊重 以及他们的优先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自行车道的长度 他们的长度喔 我想我们现在台北市都还要加油 好 再来瑞典巴摩市长又来了 Mayor自己都是要骑脚踏车出门 然后他们也有运用到 这个APP的软体 这个也许可能其他国家的城市 也可以参考 运用GPS或者运用APP等软体 那你看五公里之内出行 不骑车是可耻的 我想这种就是我们讲的 Cyclist friendly城市 就是他们一种精神 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李市长 当然中博跟我们介绍一些 欧洲的自行车大城 两岸比较起来 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但是无论如何 从我们开始建制之后 你会发现 整个城市的气氛改变了 民众的观念生活方式都改变了 我想您是这个自行车 乐活协会的这个理事长 乐活很好快乐的这个生活 开心的这个生活 微笑的生活 那么台湾自从有U-Bike之后 你看到的 不管一些数字也好故事也好 有了哪些具体的变化 事实上我们其实可以 用十年前的台北街头 跟现在的台北街头 来做一个比较 在十年前其实你在街上 你很少看到有人在骑自行车 但是经过这些年来 尤其是加了U-Bike之后 其实我们现在 不管是上班时间或者是假日 其实我们在街头上 可以看到非常多人在骑 刚刚我们Vicky也说到 U-Bike变成是一个时尚的象征 我觉得一个很特殊的变化 就是说尤其是在假日 你会发现非常多的年轻人 他们以骑U-Bike 为一个时尚风潮 所以甚至很多之前 中南部很多县市没有U-Bike 他们都年轻人 学生 都会以到台北来体验 当作是一个 一个大家回去 可以跟朋友炫耀的一个现象 另外就是说 我觉得这些年台湾在推广 自行车的文化 其实有非常大的发展 像在台北我们可以发现 尤其是在假日的时候 在河滨的自行车道 我们可以看到全家 大大小小爸爸妈妈 带着小朋友 甚至有那种国小 甚至幼稚园的小朋友 都在河滨可以去享受 骑自行车的一个乐趣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 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家 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 也带来很大的变化 例如说以前 我们在市区可能要去洽工 一些短程的路程 我们开车 现在因为有了U-Bike 有了自行车 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我们其实反而会变成说 你骑U-Bike会比较快 也比较方便 你省去了四处找停车位 光是在那边绕找停车位 的一个时间跟一个麻烦 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 对于台北市来讲 推广自行车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另外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 有关于硬体的这一部分 在软体方面其实 我们协会也跟台北市政府合作 协助台北市政府规划了很多 利用U-Bike或是利用单车来做台北 一日的微旅行的路线 我举个例子来讲 像我们就设计一条路线 是可以骑车去到台北的大龙洞 去参观孔庙 然后参观有世界文化遗产的保安宫 之后我们可以再 骑着脚踏车到迪化街 大道城那边去看看 我们在清朝日剧时期 一个台北最热闹商业中心 然后保存得很棒的一些文化 然后我们再骑到河滨 享受河滨这么漂亮的风景 我曾经带过很多外国人 骑到台北河滨 他们非常羡慕台北的居民 我们台北人可以有这么漂亮的河滨 有这么漂亮的风景可以骑 然后最后骑到蒙甲 也是台北一个以前的文化中心 可以去看看龙山市的古迹 然后甚至就是说我们骑车 可以钻进青草巷这种巷子里面 去看看卖这些药草 我可以请问一下 这样一趟大概有算一下 里程数是多少 其实里程数不长 它的距离大概 像我们这种老弱妇孺应该都没有问题 大概15公里之内 所以其实只要会骑脚踏车的人 都可以骑得完 这是一个很棒 这些路线我们如果要开车的话 你光是找停车位的时间 可能就占掉一大半 但是你骑脚踏车 你甚至可以钻到小巷子里面去 那都非常方便 所以这个大陆朋友到台湾 也可以参考吗 也可以用这个方式 还可以省下不少钱 对 是的 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骑小孩车 最重要的运动 还有很重要的节能减碳的一个概念 但是节能减碳 你如果很麻烦 这个付出很大的话 我想这个困难度也很大 所以我觉得U-Bike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概念 它不但方便便利 而且还有点时尚感 很酷 很潮 是一种风潮 所以我觉得它的推动的力道就更加大了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骑自行车 即使可以解决我们生活问题 也是一种享受 这是又是环保 对 从这个角度来说 无论如何大城市小城市 都应该有自己的一种去设计的方式 上海有规划吗 上海好像现在就是 对今后的上海交通发展的规划 就是以这么一个构架 就是轨道交通 公共交通 就是地面的公交车 再架就是这个慢行 就是自行车 类似这样的规划 O 添加点 确论 无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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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